讲到 Volvo 大家就会想到安全 包括在外形上它也是长到比较安全一点 可是自从进入吉利时代以后呢 Volvo 在外形上其实是有了很大的蜕变 而今天我所要试驾的这一个 Volvo 呢 更是这一个瑞典品牌要攻打年轻市场的一个重要产品 它就是 Volvo XC40 Volvo XC40 是一款豪华精品 Crossover 车型 它的同级对手有 B&W 的 X1 Mercedes-Benz 的 GLA Audi 的 Q3 Lexus 的 UX 和 NX 还有这个 MINI 的 Countryman 那我们这所试驾的是这个 XC40 T5 Recharge 版本 听到 Recharge 这个字你就大概可以猜到它是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而且是可以 Charge 电的 但是这个 Recharge 又和我们所一般所知道的这个 Volvo 的 Hybrid 有所不同 不同在哪里咧 先点击我们的这个 Subscribe 旁边 我待会再告诉你 我国的这个 XC40 Recharge 在外形上基本上和汽油版的 T5 是几乎没有差别 都是使用这个 R-Design 的套件 因此你就没有看到这个杜克四条的设计 而是以这个钢琴黑的四条以及钢琴黑的格散来取代 整体看起来就更加的年轻化了 而今天我们 Sonata 的这个四驾车呢 它所采用的配色是被称为 Glacier Silver Metallic 的一个颜色 灰白色还是白灰色啦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太酷了 整个就很 Fashion 的感觉 谁说 Volvo 老土的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XC40 远远一看你就知道它是一辆 Volvo 它的这个家族特征非常的明显 可是和其他 Volvo 车款相比呢 你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谁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我觉得家族式设计就是要这样 而不是大家都讲得很香香 卖谁分不清卖谁这样 在头灯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XC40 它依旧被有 Volvo 招牌的 雷神之锤日行灯设计很酷的感觉 然后这个 LED 头灯它是具备自动远近光灯以及随动转向功能的 那这个随动转向呢我在这几天试驾当中我发现到它的反应是蛮灵敏的 不错哦 来看看车侧的部分 在车侧方面呢首先我注意到这个凹进去的设计呢非常具有设计感 加上它的这个双色车灵的设计呢让这一台车的车侧显得非常的时髦的感觉 而西柱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Recharge 的字眼 表示了它的这个身份 来到车尾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招牌的 Pocket Stick 曲库球棒的 Volvo 尾灯设计 这个夜间的变速度绝对是非常的高的 而在这个部分呢这个 XC40 就和它的兄弟姐妹们稍微不一样啦 有自己的风格 这个 Recharge 版本呢相比起汽油版的 T5 它就少了两个排气围管的设计 没关系啦反正都是假的 来看看这个尾箱容量的部分 这台车呢它是支援这个脚踢式开启关闭尾门的操作的 那因为真的是 NG 太多支了所以这一次我就 剪输过力给它 终于开到了 打开这个尾门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尾箱容量空间为 460 公升 这个和汽油版的 XC40 是一样的 但是呢下方它就少了这个 Spare Diable 的配置 而是被一个蓄电池起来 因为原厂把这个前方的蓄电池移来后面 还有它的这个 Charging Cable 也是锁在这里 而且相比这个汽油版车型呢 这个 Recharge 版本它的这一片版呢 也是变成 Fix 的一个版了 而不是汽油版那个可以 就是这样子折起来 而且还有 Dead Direct Hook 比较实际的那个设计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就请出 我们 Automatic 招牌的行李箱出来 OK 就把它放上车 So 基本上是很轻松 就这样子放啦 你要打横打直打鞋都行 我觉得应付一家大小的这个处油 还有甚至你要放银额车这些呢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能够轻松应付 而且如果不够的话呢 这个后排的座椅还有支援六四倾倒 你倒下去过后 甚至你整个人要坐进去 躺进去都行 VUVO XC40 Recharge 使用的是一个 19寸的双色轮圈 轮胎尺寸为 235 50 19 在动力部分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具 1.5L 的三缸涡轮载引擎 搭配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没有错 它就是Proton X50 的动力组合 但是在XC40 Recharge 身上 它多了一具电动马达 也因此可以产生高达 262 PS 的综合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425 Nm 不过这个电动马达 并不像 Volvo T8 Hybrid 一样 被安置在后轴 而是位于引擎和变速箱之间 也因此这个XC40 Recharge 它其实是一台前驱车型 这个关门声是我试过同级之中 我觉得最扎实 最有重量感的那一个 那来到内装的部分 这个XC40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丝丝 这个 Volvo 的家族式设计元素 就好像这个 touchscreen 还有夜景显示表盘的设计等等 但是呢 整体的这个设计而言 它相比起其他的 Volvo 车款 是很明显是比较年轻化的那一个 那讲到这个设计感呢 同级之中 它可能不是最有 Wow Factor 的 但是我觉得论质感而言 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在触觉上 它都是同级之中最精致的那一个 包括一些细节的呈现上 好像这个这些 看起来很像金属类的这个事件 它都是处理到很到位 还有这个按键呢 这些细节上的呈现 我觉得它是最丰富的 还有就是这个400 我这一边呢 还有一个微微的氛围等设计 如果说 Mercedes 那个范围等 叫做 Clubbing Field 那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 Launch Bar 的 Field 但是可惜的是 这个范围等是不能换颜色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它这个门板设计啦 同样的质感程序也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它在这一边呢 这个蛮聪明的 这个它就采用了一个 有点像 Carpet 这样的这个材质的设计 看起来很特别之余呢 我觉得也很耐掌 这个电子排档杆 不是那个最漂亮的 WOW水晶档把 可是我觉得这一台车 年轻化 它采用这个皮革这样的设计呢 反而是更加的适合 然后在座椅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一个是 两种材质的这个设计啦 这一边呢是一个软皮革 这个我觉得已经是 接近 Nappa 的等级了 很柔软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这个白色的缝线 同样也是强调运动化 但是重点还是在这个部分 它采用的是一个 被称为 New Bug 的熔变皮 也就是脊皮的这个设计啦 摩擦系数很高 我觉得可以紧紧的抓住你的身体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它可能不耐脏耶 然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个座椅呢 这边是可以调的 那前方的这个座椅啊 两张呢都能进行电动调整 大概是一个十项的这个调整啊 所以在调整的灵活性上是蛮有的 除了在这个细节的呈现上很丰富 我觉得这辆车它在实用性 还有这个实际性方面呢也是很贴心 首先它的这个植物空间真的是非常丰富 这个部分啊 这边就有一个很深的植物格了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气的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Pad 你可以为你的手机充电 然后这边呢还有两个杯架 中间的这个扶手箱部分呢也是很深的感觉 真的是可以放超多东西 但是相比起汽油版本的这个 XC40 T5 R Design 因为这一台 Recharge 版本 它中间这边是放这个 下方呢是放电池的 所以它的这个稍微牺牲了一点 它也少了那个汽油版的那个垃圾桶 这一边呢它连这一边 都有得放东西 你可以放一些你的手机之类的吧 这样子插着 甚至司机坐下方都有一个小抽屉 可以藏4房间 扶手箱 是它唯一比较稍微不足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扶手箱的面积容积呢有点小 但是它有一个贴心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个 我觉得这个很本地风啊 它有这个Date Direct Hold 你关掉了过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掉东西了 我发现了这个椅子 可以推到满 后面以下的 ok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配备的部分啊 这个预表盘呢也是会根据 不同的驾驶模式 有不同的设计 然后中间的这个资讯显示器 它也是能够客制化 你可以选择你要Show 的东西 中间的这个主机呢就是大家熟悉的 所谓的iPad style的Sensus Connect 多媒体资讯娱乐主机 它是一个Full touchscreen的设计 然后基本上你是没有旋扭的啦 其实在操作的这个便利性上我是觉得 相当的好用啊 只是如果有一个实体的旋扭 还是实体的按键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的好啦 但是这些什么配备啊 我都觉得不是这辆车的重点啊 它的重点是在安全性方面 那首先这一台车它是拥有这个 完整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的 那些我们时常听到什么 车车盲点侦测啊 前方碰撞一景啊 自动机器刹车这些啊 对这一辆车来说 都是Starter Tag 而已 它还有更高阶的功能 首先就是这个道路标志辨识的这个功能 同时呢还有两个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功能 就是这个第一个呢 是被称为Oncoming Lane Mitigation 也就是对向来车闪避辅助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讲你不小心闪去对面 又或者是对面车不小心闪过来你的车道 这台车它是会尽量做一个辅助的动作 帮你散避这些东西的 然后第二个呢是被称为Off-Road Mitigation 的功能 这一个功能更加厉害了 它是能够侦测到你这个车子死离路面的时候啊 Let's say 可能你驾到一半分间 吃去旁边它会帮你拉回来 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个开Volvo的Uncle就告诉我说 他曾经在开着他的Volvo的时候 不小心就不省人事了混到了 结果就是这些功能救了它 然后它从此就开Volvo而已 哦对忘了说这辆车还有这个Pilot Assist 也就是Level 2 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这些功能 统计之中应该只有它有吧 在后座部分呢 我觉得这台车它的这个空间杆 以同级来讲它算是比较好的那一个啦 就整体的这个感觉很开阔的感觉 然后在空间的表现上 其实也是相当足够的 我身高依旧是168 然后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这个腿部空间有大概两个拳头 出一点点的这个距离 这方面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对于这个座椅的设计 我就有一点意见了 首先是它的这个椅垫 它的这个长度稍微比较不足 所以你的这个大腿支撑性 没有那么好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很奇怪 就是它这边 有一个Gap 啦 就这两侧都有一个Gap 虽然说这边是有这个植物格可以放东西 这样子 可是呢这个Gap 当你坐三个人的时候啦 就可能两侧的这个乘客这样子坐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屁股和大腿 是有半吊在空中的感觉的 这个有点奇怪 那中间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边是有这个电磁柱嘛 所以这个凸起特别的明显 但是我觉得 坐在中间 其实也OK 你的脚就可以这样子放着啦 没有问题 只是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就一直吹着 讲到这个空调出风口呢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Volvo的车款 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是设在这里 而不是这个B-Pillar的地方 我觉得在B-Pillar会比较好啦 但是有好过没有咯 至于椅背的部分呢 它的这个支撑性其实是做到很到位的 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后座座椅 就有点太过直了 不够斜的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椅背也是 不能调整的 Fixed 就是这个Angle 然后有这个Unrest 然后这边有两个北架 OK我注意到这台车它是有这个Isofix的 两边都有 两侧都有 所以刚刚组织家庭的朋友们 这台车 后座蛮适合的 首先呢我对这一台车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这个行走的歌剧院这个组号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那我在听这个车的这个音响的时候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有时候我听歌手 它的这个低音在这边特别明显 好像这里有个woofer这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Volvo把这个低音炮安装在这台车外面当风镜的下面 Volvo回玩 262PS 425Nm 这个输出呢不只是比它自己这个XC40汽油版T5还要高 基本上也可以讲是同级最强的啦 So它的表现是如何呢 以一个1.5来说我觉得这个动力已经是非常的充沛了啦 应付一般的这个日常驾驶需求来说已经是绰绰有余再多出多一点 我觉得甚至你载满人的话呢 这个动力表现这个充沛感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 那讲到这个油耗就是这一台车的其中一个优势了 我这几年开始这台车我都是以Hybrid驾驶模式来去开它 然后我每天晚上有充电 大概充个四五个小时就已经是充满了 蛮快一下的 那我开着它去工作的时候啊 只要没有中脚 它都是以一个纯电的模式去驾驶 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能力呢大概是介于30公里左右 好像我昨年从这个Puchong开启PJ来回这样子呢 大概要回到Puchong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真的是用完这个电了 可是它用完电的同时呢 它又不会说完全是靠这个引擎操作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就算没有电了 这个动力系统呢它还是有在 尽量的让这个马达去操作 那30公里其实我觉得 以一般人的这个同情来讲 只要你不是住的太远的话 是绰绰有余的啦 足以应付你每天的这个 来回的这个路程呢 你真的有可能可以一个月不打油 那我这几年开下来 这台车这个油耗呢 也是给我做到一个7.8L 100公里的一个成绩 当然这个是很重脚 很激励驾驶的情况之下啦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 你试文开的话呢 4-5L 绝对不是问题 它的这个7速双离合变速箱呢 相比起 Volvo 的自排变速箱 反应算是比较好了一点 但是呢 以一具双离合来说 它还是稍微有一点 那个逻辑还是有改进的空间的啦 就有时候 它还是需要想一下 然后才给你那个反应 它的这个 引擎和马达切换的那个感觉 其实不太明显 我几乎是感觉不到的 只是偶尔在踩大油车 你才会稍微感觉到那个 引擎介入了 引擎在发力 再来是老师说 平常这样子开 还比我们四肢下 真的是很近 有种很高级的感觉啦 它隔音也是非常的好 那它的这具引擎 在这个抖动意志方面 其实是做得很出色很出色的 不说的话 基本上你不会懂 这是一具三缸引擎 如果这个比较的话啦 我觉得它的这个抖动方面呢 甚至比一些平民车款的四缸 还要做得更加的好 讲到这个细腻度 精致 还有这个 所谓的豪华感啊 我觉得以同级来讲 这个XC40 它的表现是最好的 它的这个过弯表现 其实让我有点意外 因为其实 VOLVO的车款 我所开过的 S90 S60这些呢 它们的底盘的设定 都没有让我感到很惊艳 我觉得以同级来说啦 它的这个底盘方面 是稍微比较逊色一点的 但是这一台 XC40 它的这个底盘 我觉得还蛮扎实的哦 整个有比较稍微比较一体化的感觉啦 而且重点是 它的这个悬吊设定 其实是比较偏向舒适性的 就是比较软一点的 相比起 BBA 的对手 我觉得 among them 这一辆是最舒服 然后过滤税震方面 这些是最好的 但同时它又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操控性 和平稳性 而且不要忘记哦 这一台车 它的重量接近1.8吨 我现在开起来 我完全感觉不到 它是这么重的一台车 它其实开起来是蛮灵活的哦 那个车身的动态表现 都蛮直接的 试试看一下 还可以哦 但是我对于这个底盘呢 我不喜欢的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刹车 因为这台车是一台Hybrid 所以它在做刹车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会为这个电池 做一个回收 能量回收的充电的动作啦 但是在这个Volvo的Hybrid 车款上就有个问题 那就是当你在踩着刹车的时候 你会有种感觉就是 哦 OK 我的车已经摇住了 然后慢慢停下来 可是突然间 那个刹车好像一种放掉的感觉 我就会吓到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是这一个Hybrid 系统 正在为这个电池充电的那个操作 整个感觉就会让你有一种很突兀 很没有信心的感觉 而我在开其他这个 包括欧系品牌 豪华品牌的这个Hybrid 车款呢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一点呢 这个Volvo 真的是要想办法 把他旗下的这个Hybrid 车款的这个刹车 那个感觉 tune好 Volvo XC40 T5 Recharge 在我国的售价为 241,997 令吉 那这个价格呢 是上路价 SSD 豁免过后的一个售价 相比起汽油版的这个 T5 R Design 它是贵了一个接近1万令吉 那相比起其他东西最首呢 这个 CKD 组装的 Crossover 它是比 BMW X1 稍微贵 但是其他东西最首又稍微比它贵 那目前 Volvo Malaysia 是为这款车 提供一个5年 无限里数的保固 同时呢 它的这个电子组 也有一个8年 又或者是16万公里的保固期 在我所开过的这个 Luxury 精品 Crossover 当中 这个 XC40 Recharge 它算是最舒服 也是最简单开 加上它这个极佳的隔音表现 还有非常棒的这个音响系统 开着它 跑长途做这个巡航呢 是非常的舒服的 我觉得就算是日常开 也是很享受 但是它同时也是 所有对手当中 最没有驾驶感的那一位 所以到最后还是看你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是寻找一辆 比较家用型 你要有空间 然后要舒服的 Crossover 呢 那我相信这个 XC40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如果你对这个底盘表现 还有对这个驾驶乐趣蛮讲究的话呢 那可能你要看的就是别家的牌子了 不过我觉得最应该烦恼的是 你究竟应该选择 XC40 T5 汽油版 还是这个贵一万 可是省油 省Rotex 而且可能你一个月 打不到一次油的这个 Recharge 混合动力车型的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选择 好啦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台 Crossover 表现如何呢 也是在下方有会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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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